中国驻我国大使欧阳玉镜开启了柔佛访问行程 他今天首次参访新山宽柔中学 对于前任大使早前承诺在新山开设中国总领事馆 欧阳玉镜表示当中涉及整体布局 会继续向北京推动相关进展 另外他也宣布为宽中毕业生提供奖助学金 让他们可以到中国升学 在亲见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和会见柔佛大臣拿都翁哈菲兹之后 中国驻我国大使欧阳玉镜今天参访新山宽柔中学 贴近我国华社的举动获得校方热情款待 巡机前大使白天曾经允诺的在新山建立中国领事馆一事 欧阳玉镜表示已经向北京汇报和协调 会在考虑整体之后继续推动发展 眼看我国华社积极推动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 欧阳玉镜相信大使馆接下来将和柔佛政府 以及社团组织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 在称赞某国优越的地理和投资环境之余 他还宣布大使馆今年还会继续为宽柔中学的毕业生 提供到中国升学的奖助学金名额 宽柔中学董事长郑正贤表示 将助学金或多或少照亮了贫困学生的升学之路 让他们有能力到主意的学府深造 2025年之后我们宽柔宽中三间中学的毕业生将会超过2300位 所以到时候我们的需求也相对的增加 所以我们刚才大使也说了 他会尽量的帮我们提升更多 提供更多的奖助学金 让我们更多的学生能够到中国的大学去深造 郑正贤指出 新加坡大学向来都会为宽柔中毕业生开放许多奖助学金名额 随着中国大使馆提供奖助学金 毕业生也有更多的升学选择 他希望当局还能为毕业生提供学杂费和生活费 解决贫困学生在国外面对的生活挑战 感谢观看